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应景啊 我以为是非常应景 基本上把现在的故事 就是我们人面临的故事基本都讲出来了 那我也在今日点击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了 就是作为预言来讲 作为推避图来讲 又有它的局限性 但确实又有它的时代感 所以而每个人呢 各自的理解不同 包括一个人自己的理解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为什么突然在第一期又讲这个时照聚焦 对不起 我在传节目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有着更深刻的一个认知 一个更深刻 就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一句话 一个深刻的认知 所以我作为一种补充了 有朋友可能会说 陶哥你得把稿子写完了 你想清楚了 我做节目从来这么多年 从来没写过一个稿 我们是记性 完全都是记性的 那记性的最大原因呢 人说你这不负责任 不是 透过稿件整理的任何东西 是经过人的思想的 要经过人的思考的 那里面呢 每个人会都有他自己 利益上的一种 现实环境当中的 很多人的利益上的追求 我说实话 很多人的利益上的追求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节目 很多节目 我们也有四个频道 黄了 现在有三个频道 基本就趋缓了 那相当 我就看过一些很有名的人在讨论 如何 不让 没有黄标 然后 我们在讨论 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说 我们要讨论这主题 那肯定会黄标 他为什么黄标 讨论主题是不想让所有人朋友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也不去触及朋友们无法知道东西 那你在干什么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实话 很多人准备的 有些很有名的人 是在这方面准备 准备他们把你给糊弄了 我没有任何所指 因为这个行 在中国人讲普通话 做这行 涛哥是第一人 所以故事比较多了 看到故事比较多了 人家有人家的方式了 那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比较真实 真实的东西呢 是希望从原神出来的 从人的魂魄出来 而不是学出来的 不是学教学的 所以这个原因所在 那第四十七项呢 我要补充的呢 前面是言武修文 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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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明 匹父有责 一言为平 这部分不是问题 关键问题就是谁是子 谁是子威圣人 谁是子威圣人 子威圣人就是弥勒 佛家里的 说的弥勒 是这个 他是道家的了 是这个 通常说的弥撒亚 如果从道家角度来讲呢 我坦白跟你说 他远远超过知道的老子 他远远超过我们知道的老子 可能朋友说 哎 你也太过分了 你看过《封神演义》吧 你听过涛歌坎封神吧 那在这个 在封神演义最后万仙镇完之后 原始天尊 老子加上这个准提道人 提携道人 四个人联手 把通天教主给 给 给 把通天教主给打败了 灭不了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是老子的师弟 老三 老三 所以在那里头 其实在讲的故事 说句实在话 就是他们哥仨 老子是天 元是天尊是地 通天教主是人 所以在《封神演义》这本书里面 就讲人坏了 人坏了 人坏了什么 是通天教主的门下 有人 真的有人 通天教主的门下 赵公明本是最大 但再往下 就是瘦了 有动物 他一万多个徒弟都是动物 跟应对了我们现在的妖精鬼怪兽 这是我刚想到的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很多故事是这么出来的 每一天 每一个人都不是昨天的你 所以生命要有这样的升华 那生命的升华受制于时间 是这个故事 所以在当时 灭了这个老子子跟这个元是天尊 打败了师弟之后 师弟跑了 在跑的过程中 他师父来了 红军道人来了 红军道人来了 最后把他徒弟一带都带过去 找你 跟你师哥说 我来了 那师父一来全是门下 所以他汇集了五代门人 在当时 汇集了五代门人 这个他的师父 老子的师父 就让老子说你跪下 对吧 元是天尊三个大 三个徒弟跪下了吗 那其他当然那就不用说了 底下下的徒子徒孙的全跪了 你跪下 说你们三个打架 这不对的 那你们哥俩 你们兄长 哥二师兄 你们跟这个你的师弟过不去 你得改 你不能过不去 就一人给他们吃一个蜜丸 把蜜丸咽了 咽了 你再记恨你师弟 就讲老子 你再记恨你师弟 这蜜丸炸了 就把你毁了 这就是我们知道老子 没有什么的 真的没有什么 所以那老子 老子的本身在人看 人们看到的很多是功能的时候 其实是他 在他修行的角度来讲 他不够纯净 一气出三清 是他气疯了 在讲了他境界的时候 其实是他动了心了 所以人把他看成最崇尚的 而在他的境界 是因为他低了 是因为他不干净 所以 你别觉得如何了 那个风神演义 让民间所有人都看 是因为你看不懂 大多数人看不懂 看不懂又老拍 拍风神演义 拍了十一回十二回 都看狐狸 没看老子 OK 就是这么个过 所以我这部分解释 就是跟大家解释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特别是古书留下来 吴王 我们就讲 我补充这部分 吴王吴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 吴王吴帝 吴王吴帝定乾坤 我以为是解释对了 但是谁有本事 订乾坤 谁有本事 订乾坤 川普肯定不行 你现在看到的 任何一个人 他都没资格 订乾坤 任何一个人 没有资格 订乾坤 所以订乾坤的人 不是帝王 他可能曾经是帝王 但他现在不是帝王 不是帝王 来自田间第一人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 解释呢 就我以为呢 没有 就是他凸显了两个层面 我当时跟大家解释 是李 是从老子那来的 老子叫李尔 那李是木子 李是木子 那木子本身呢 那来自田间第一人 这是可以说的 对不对 那完全可以能够解释的 而紫微圣人呢 是从道甲过来 这是我们刚才解释 其实我刚才解释的时候呢 就稍微觉得有点距离 就是说 说不上来哪有距离 但他有距离 那在我传节目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 来自田间第一人 应该是创世主 西方说的创世之人 创世之人 为什么讲创世之人 来自田间 田间是地 是大地 就是天地人的地 那地 是为人而存在 创造了地 是给人来的 那谁创造了人 创世主 那西方说就叫创世 是创世之人 是开启的 是开启 我们现在看到 人类的一切的人 所以才叫第一人 那第一人呢 人是神 按照自己的模样造的人 那按照自己的模样造的人 那创世不就是第一人吗 那这创世的第一人 不是王 不是地 是宇宙来 不是王 不是地 是宇宙来 那他创造了这一次 对不对 来自田间第一人 所以这是 那我刚才跟大家传节目的时候 我挺感触的 就是传节目 我写那个标题 哎呦 我不对吧 突然就 突然就像那 很多朋友 我这个年龄的朋友 看过那个 原来那个日本的小和尚 一修哥 哒哒这一下 就那个 其实我个人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 就是那个 不是推算出来 不是演变出来 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里跟大家讲 第47项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就非常非常的化实在 那如果是来自田间第一人的话 就上面 好把旧书多读道 带领着人们 道家讲反本归真 返回本来 其实 好把旧书多读道 是原来的经 原来的道 原来的法 真正 那你 如果是创世主来了 那他讲述的东西 给人间讲述的 不就是真正的东西吗 那创世 创 那创世主来了 那他所展示的内容 对人来说 不就是最远古的经文吗 旧书吗 是个回归之路吗 是个反本 反本回归 这道家就这么说的 一言一出 见经 见英明 那当然了 所以他是传道的 他是给人修正的 重塑人间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